把啤酒倒入猪肝中 出锅就是一道经典美食 把啤酒倒入猪肝中 这是什么吃法呀 清水中加入一勺盐 搅匀化开 清水中加入一勺盐 搅匀化开 把猪肝清洗一下 把猪肝放进去清洗一下 接着在猪肝表面打上花刀 接着竖着打上花刀 不要切断 换个方向横着切成条 再换个方向横着切成条 接着加入一罐喝剩的啤酒 放到大碗里 加入一瓶啤酒 抓洗三分钟左右就可以了 抓洗三分钟 不但去腥还可以软化肉质 加入盐生抽 去洗干净加入盐生抽 老抽胡椒粉 老抽胡椒粉 一点点白糖料酒 一点点白糖料酒 蚝油豆瓣酱 蚝油一勺豆瓣酱 最后再加点蒜片和姜丝 再来点蒜片和姜丝 抓拌均匀 让所有调料充分化开 抓拌均匀腌制十分钟 大锅中放入一块猪油 没有猪油也可以直接用食用油 没有猪油 我用点食用油 猪油融化后下入姜蒜 油热以后下入姜蒜 洋葱也加进来翻炒均匀 再加入洋葱 一起炒出香味 炒香之后铺上金针菇 炒香以后铺上金针菇 倒入腌制好的猪肉 用筷子整理平整 倒入腌好的猪肝 整理平整 开大火焖煮五分钟 大火先焖五分钟 再加点青红椒丁 继续再焖一分钟 五分钟以后 加点青红椒丁 再来一分钟 一道简单的砂锅猪肝就做好了 这么简单就做好了 这样做的砂锅猪肝 鲜嫩入味 一点都不行 下酒又下饭 快点去做吧 OKK